其實大家可以留意一下2382 其實2382出了中期熱席 中期營利方面增長有剩4附近 當然無利率亦有一定的提升 由19.5至24.9 當然大家關注第3第4季可否保持 當然現時看到這個數碼上出來 其實市場方面都算是比較買的 再加上其實在分析員會議過後 見到股價都開始明顯回升 當然這幾天就跟著市場下來 但我想現時順利可能在接下來的時間 在車鏡方面的一個拓展 其實可能就成為另一個資深養引擎 所以我覺得始終舉一隻比較大隻或高科技 高新科技的一個鏡頭類的股份 所以我覺得若果市回穩的時候 其實它都有一定的摺板破立力 所以我覺得可以在接近205-205這位置 205-205這位置開始吸納 上面目標就可以先看著235元附近 近期浪訂這位置 但當然若果失手190元應該要做個指示簽 好幾天 bien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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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